那留一些時間給大家錄 因為每次都問很久 我想說多留一點點 那謝謝大家 因為我們家族還蠻多人的獅子證的 我的長輩 他說不用抽了 所以就今天專心聽 然後做好主要你講的這些事情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睡覺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時間留給題目 因為大家剛才都已經投了這個 就是要請教的問題 所以我們請我的同事盡量 不會要公平嘛 所以就邀一下 因為我以前在台北 我們的經驗是如果點人的話 大家都會說我不公平 還有點這一句 點那句還有舉手的問題 好 第一個就是對腦適合的食物 是不是蛋白質呢 要植物性比較好 還是動物性比較好 那此外這個軟鈴脂是不是也有幫助 好 蛋白質應該是雞少生生吃的 就是雞少生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每天 其實如果你要維持住你的肌肉的話 如果你腎臟有病的話 就是每公斤0.8克一下 那如果你沒有腎臟疾病的話 你剛到了你年紀過大的時候 你要吃的蛋白質的話 大概每天是要0.8到1.2之間的蛋白質 講完之後大家都聽不懂 什麼是在說什麼 就是三面手長大 招三餐這樣 那一天總共的蛋白質的量 去除蛋黃 九顆蛋 去除蛋黃 前體的九顆蛋 去除蛋黃的九顆蛋 是你一天應該要吃的蛋白質的量 而且不能一次吃九顆 你要分三餐來吃 那這個蛋白質其實只有顧到的是你的肌肉 你的腦裡面真正它需要的元素 剛剛有聽到地中海吸飲食對不對 它需要的是多元不同種類的 各種不同顏色的食物 它裡面含有的各種不同的元素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這樣子才會對腦有幫助 而不是一直吃蛋 但是過了一個年紀再長的大家 都需要吃蛋白質的原因 是因為你的腿越來越小了 會沒力 所以你的蛋白質的量吃的不夠的話 你的肌肉如果你的飲食又很偏食的話 你的肌肉就會被消耗掉 所以吃足夠的蛋白質搭配上運動 才能夠維持住你的肌力 有了肌力才會出門 出門才可以跟別人互動 才可以學習 才可以預防失智症 所以蛋白質的重要性 應該是來自於連帶關係的部分 謝謝 謝謝陳醫師 好 再來是晚上睡不著 要靠安眠藥才能入睡的人 是不是一定有機會過80%的失智症 晚上要靠安眠藥吃藥 第一個要看你吃什麼安眠藥 然後你可以跟你的醫師討論一下 因為會開安眠藥都是神經精神科醫師 那基本上只要不是斯蒂諾斯應該還好 那其他的安眠藥的部分的話 就是斯蒂諾斯比較危險一點點 不是斯蒂諾斯的其他類型的安眠藥 你可以跟你的醫師討論 我們慢慢的把它減少 然後再搭配上正確的睡眠衛生習慣 正確的睡眠衛生習慣 就可以減少失智症的發生 什麼是正確的睡眠衛生習慣 我剛剛就有說了嗎 然後定時、睡覺、咖啡、環境 然後不要在床上看書、看電視等等 這些都是正確的睡眠衛生習慣 另外如果真的是失眠的話 你還要去看看是不是你的另一半打呼 你自己的那個打呼 或者是睡眠中職症候群 那如果把這些疾病都治好了 理論上大部分來說 睡眠的狀況應該會改善 謝謝主任 請跟大家說 不要一張上面寫五個題目 因為我們要給大家都有機會 這張寫了六、七個題目 我已抽裡面了兩個 外傷型的失智是不是有痊癒的可能 那如果病人沒有病逝感 如何說服他接受團體課程的治療 好 外傷型的失智症的話 有沒有痊癒的可能 應該要看他想要接受到 復健到什麼程度 但是老實說 我覺得人腦受過傷 他就不再是過去的他 首先你們要接受這個點 然後第二個 就是你們可以復健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自己有一個病男 他一顆腦瘤 比這個麥克風的頭還大顆 他開腦瘤之前 他是一個阿嬤 家裡的人覺得他反應滿是失智症 然後我就說 檢查完就發現一顆腦瘤 我就很高興的開 開完更長 開完之後他連話都不會說 然後就躺在床上 然後就反應很差 然後眼睛也不可能張開 他四肢可以動他 他拒絕動 那時候我心裡面就想說 C啊 他必定要逼不必再弄 如果這樣是在床上 我們自己在想 但是你知道嗎 他的女兒沒有放棄他 而且沒有 在我的故事書裡面有寫 他的女兒完全沒有放棄他 他陪著他復健 然後在場跟駐種疫病 我們就這樣戰鬥了四個月 他媽媽從門口走進來看門診 然後清楚表達 人很清楚 他中間一度進家務比馬兩次 因為他去到一個奇怪的醫院 做奇怪的腹健 然後肺炎還在做腹健 然後來的時候整個人都黑了 我還想說說 我還等到這個 我這樣是怎樣 結果沒有想到 他拼命努力的復健的情況之下 他越來越好 所以應該說我覺得 每一個生病的人 都要看第一個 你自己的求生意識 第二個是家人 可以支持你的照顧到什麼程度 如果家人對你都只有 一邊照顧一邊念 一邊有過高的期待 然後又增加你的壓力 其實我覺得那對病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負擔 那如果是年輕的 又因為腦傷才變不好的 但如果他自己本身 想要恢復的意願很高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支持他 第二個我覺得很神奇的人 是我公公 我公公他 我看認識他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只有一個頑固兩個字的男人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過去 直到有一天 他就是腳走路有點一搏一搏的時候 我先生就說 我爸爸那一搏一搏是中風 你給你看一下 我就給他自費做一個MRI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腦只有三分之二 他有三分之一的腦都不見了 我想說 陳建良 你爸爸的腦只有三分之二功能 更加好 還可以做生意 還可以去牛市場 我說 所以腦有多大 這件事情一點都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夠願不願意 有沒有繼續執行 你生活的功能 他是在三十幾歲頭部外傷 一度是植物人躺在廟裡面 你知道那個時代只有廟可以做嗎 然後醒來就聽到 他就是這樣的狀態 就醒過來 然後 欸就漸漸 好像大家也不把他的腦傷 當作一回事 他也像一個正常人一樣 在這個世界上生活 所以腦裡面有多大 剩下多少腦 這件事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那下一個例子 是我們科的一個儀式 年輕的儀式 他頭部外傷做家戶離房 他進家戶離房的時候 他連化都不會縮 因為他上道理也去 他現在還在職業 還在某一些大醫院當神經內科醫師 但他的腦也剩大概五分之四而已 所以其實腦有多大 可以恢復到什麼功能 真的要看他自己有沒有這個決心 跟鬥志要繼續走下去 第二個部分就是家人可以支持他到什麼程度 那失智症的病人不願意去據點怎麼辦 老實說如果真的很無聊的據點 我也不喜歡去 我們應該是說尋找到他喜歡的方式 然後那個方式可以對他的腦是有注意的就可以了 你叫如果你從小 我們將心比心強 我們如果從小就是一個內向的人 然後你叫他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那裡的人都怪怪的 我們真的很像是把他意思 關到一個他自己覺得不屬於他的地方 他每天憂鬱就把自己逼死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想說去尋找我們 這一個已經退化的長輩他喜歡的是什麼 哪一些地點適合他他也喜歡也想要去 我去彰化的時候 當失智症據點的評審的時候 他們就說陳醫師我們的據點都沒有長輩 因為長輩說我跟人家去職業 我去那裡 因為去職業還有錢一顆十塊還是五塊 就是他們寧願去做可以賺錢的事 所以他應該是說我們把簡單場變成 比如說是失智據點 然後順便還可以給他錢 然後再把預防永晚是能夠募在那個洋彈場 而不是我們一定 我們的照顧方式一定要是到某一個地方 然後大家一起唱卡拉OK一起花花一起丟球 應該說我們的Schooling照顧 就是對我們才剛起步 但是未來還有無限的可能性 所以在國家還沒有給你無限可能性 但是你的長輩又已經老了之前 我們應該想說他是不是還有別種可能性 我們自己去找空大 我們去找那個大學啊 我們去長青看看他有什麼地方他可以去 其實都是一些方法這樣子的 所以自己跟家屬的意志力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很重要 好 接下來一個有趣的題目 就是問請教主任說 社交是只要人對面的交談嗎? 如果是用LINE跟人文字交談呢? 還是是不是一定要走出這樣? LINE嘛 現在大家都很流行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科最有名的教授他70歲了 然後他兒子女兒都在國外 那他怎麼做呢? 他說他跟他女兒說 有一天當你看我的臉書的發文 他每天都寫網字 內容邏輯不對 文字太少的時候你就知道 零把私字啊 這樣你知道嗎? 所以你的交談不能夠只有一個讚 那你私字沒有人知道 因為按讚很簡單 所以你要用LINE跟對方交談 第一個你要固定交談的對象 而且他要了解你 熟悉你 然後你的對象 你的講話的內容 比如說你每天都要有一篇什麼故事啊 或是什麼今天日心得啊日記 當你有一天跟過去的人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你失智了 這是指交談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其實現在的人孤單 然後尤其是國外獨居的人多 所以其實現在連線上遊戲對老人有幫助 對小孩不好 小孩會因為這樣就得過動症 學習力困難 注意力不其中 但是年紀大的人可以做 你知道嗎? 但不能因為阿公 阿嬤都在弄 因為孤兒就在弄 他們怕電動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小孩現在國外 已經都把他們的那個iPad的課本 線上入動教學都抽掉 都改成這種紙本 因為太容易分析了 根本就學不到東西 你是年紀大的人 這種互動可以刺激你的眼睛 聲音跟喔 任何一種刺激 都總比看電視偷睡覺好 這樣了解啦 謝謝主任 這一題因為他講的對象是學生 學生可能好像不是剛才主任講的 風就是候選人 不過我還是幫忙問 就是說這個問題是說 他知道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可是如果面臨升學的學生 開業車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開業車的頻率又該是多少 那是學生問的嗎 那是學生的家長嗎 那是學生的家長嗎 因為他其實最 學生開業車是不得已的啦 對那可能就過了這三年到六年 出社會就不要再繼續開業車了 但是老實說我覺得 應該是要找到一個正確的學習方法 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那最好最好還是不要熬夜 因為其實熬夜真的記不住的 因為我們的Memory的Consolidation 就是需要睡眠 所以你不睡你讀到兩點 沒有時間讓這些記憶儲存進去你的 腦部的儲存庫 變成長期記憶還是沒有用 所以盡力而為就好了 現在是50歲的女性 早上打完太極拳運動後 會手腳無力過度換氣 兩個月內發生7次與丁型有關 好打太極拳有這麼有壓力嗎 過度換氣通常都是緊張 是不是打太極拳的老師太兇了 然後你看到他的時候就 換氣換到二氧化 那應該看起來 因為過度換氣二氧化碳濃度太低 會引起癲癲 但是他跟癲癲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除非你去做一個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學院 但是如果你擔心7次過度換氣 覺得跟癲癲有關係 可能去做一個腦波看看 那你就是打完一個太極拳之後 然後就趕快躺下做腦波 在腦波室做一個太極拳後的腦波 我有一些病人我在學會有看到 聽蔡依林的歌會癲癲 所以他出去要帶耳塞 因為什麼蔡依林 沒有女高亢的那個張惠妹 蔡依林 王希林 他走出去聽到 所以我就看到那個腦波 就那個人放著王希林的歌 然後腦波就從平衡開始 哦 然後就頭蓄了 所以他就出門 他就要帶耳塞 因為外面總是 你不知道誰會放什麼 所以有人真的會對這個癲癲 有的人打麻將會癲癲 抓牙會癲癲 所以這癲癲就是不好說 還是需要做專業的檢查才可以 好 謝謝陳醫師 這位民眾問到說 陳醫師講到藝術上面他們的一天 對 這位試試者他每天8點到晚上7點去做功課 坐公車再回家休息 然後兩天內在重複 請問這位試試者他在退休前 這是不是跟他 就是他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跟他之前的這個職業有關 例如他是回車司機 哦對 他是計程車司機 他喜歡開車 他也喜歡坐車 所以他 雖然那時候他已經沒辦法開車 可是他就是喜歡在車上 看著這個世界的感覺 他可能開計程車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很享受那種 坐在車上開著的感覺 所以他試試之後 其實一開始他是亂跑 他就在外面亂跑 所以他家裡的人就不能接受他亂跑 所以白天有空的時候就把他關注 但是晚上他就跑出去 全家累了 所以他就跑走了 所以其實真的是要找到 他自己跟他過去的職業 或喜好有關的行為 來照顧他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好 謝謝主 太無關的 無關今天議題的我就不問了 我父母親失智 我也會得失智嗎 是否會移出來 這個主要在 對我剛剛有說 還是我再說一次 就是Apple E4G Apple E3 E4就是失智症肌 還有很多相關的肌 E4Double的 我剛剛有遇到一個 就是聽到就是90幾歲的男孩 E4Double 基因遺傳率非常高 但是他竟然有健康的生活型態 所以他就沒有發病 所以是健康的生活型態 才有可能 因為他是多重因素 失智症是多重因素 不是基因一個就會打誘發的 所以你只要好好吃 好好睡 好運動 然後 壓力少一點 就可以改善 謝謝主 對 呼吸中止症會造成失智嗎 呼吸中止症會長期腦缺氧 腦缺氧 如果腦細胞死掉就會失智 好 呼吸中 呼用外勞一定要有失智症 這邊是八四兩兩 一定要有失智症的家屬嗎 呼用外勞一定要有失智症的病人 不是有失智症的家屬 就是應該是這麼說 對不對 應該是說 我覺得呼用外勞 並不能夠提供給失智者更好的照顧 我看到其實比較好的照顧的模式 大部分都是台灣人 家人 兒子女兒 或者是台灣的看護 但是外勞也有很不錯的外勞 只是你需要訓練他 那你要不用外勞的話 基本上失智症要輕度以上 就是CDR1、2或以上 才可以申請這個外籍看護工 來照顧失智症的病人 後來就是要身體有殘缺 就是譬如說中風、外傷等等這樣子 謝謝 這題我覺得蠻重要 所以我也幫大家問 失智症患者他這個護理之家有沒有補助 然後適合廠照工嗎 好 然後要向哪一個機構申請 在高雄的話 屬於專屬失智專區的機構的話 目前是只有中山西路有一個補助家庭 那據我所知 社會局也補助了大樹區有一個失智專區 跟家屋要蓋 那其他的部分目前還沒有聽說這樣子 這是屬於失智的 那老實說 我們失智症的病人去到日照跟機構的蠻多的 那因為他們不是專門為了失智症而蓋的機構 他們就是一個普通的護理之家的機構 所以也蠻多會給他們吃一些抗精神病藥物 跟失智約束的情況 那我看到的去機構都是會快速退化 那因為他們沒有一些照顧失智症的概念 他就是把他當成一個威威的老人 然後所以就趕起來 這樣的照顧方式 其實對長輩來說是有點心理的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照顧他們 那有沒有補助呢 不要說跟失智 他的補助跟失智沒有關係 可能跟家裡面的經濟狀況比較有關係 或者是鄭主線好像開始推 長照2.0 plus版的 就是機構會幫助這樣子 謝謝 我想念我自己這部電影的主角 他或者他是大學教授 醫生還有運動 那他還是離患了早媽姓阿姿 在海活著是什麼原因 第一個他有基因 那應該就如果就有運動 這件事應該是運動很好 但不知道他的生活壓力怎麼樣 飲食的狀態怎麼樣 然後睡眠的狀態怎麼樣 所以其實有一些有基因的人 更要過更好的生活 但他是一部電影 那他我們並沒有看到他的不好的地方 或是事情可能會誘發他失智症的 其他相關的原因 我們就只有看到 因為他強調在基因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基因很恐怖 可是事實上這個有滿多有基因的人 是不見得微發病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想說 就像剛剛執行長問我說 我要不要去驗基因 但是我們現在的議題就是驗了基因之後 然後就確定陽氣 然後就在家裡哭 說我十年後要等十字針嗎 應該不是嘛對不對 所以驗了也沒有用 不如好好的過日子 然後把自己顧好 好 那這一題他是問 憂鬱症有沒有藥物可以治療 是有的 憂鬱症有藥物可以治療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這一題滿有趣 他是說老人一生一鬼 心中有一個壞人 這可以移植嗎 老人心中有一個壞人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 我都是這樣跟我的病人家屬說的 在這個世界上 你們的所有的人 沒事不會覺得別人對你不好 是你真心感受到別人的敵意 那我們對別人有敵意的人 常常都不會承認 對嗎 在場的大家都跟我一樣有智慧 常常對別人有敵意 我們說出來做出來 但是我們就不承認 那失智症的病人 因為他那個腦固的 自我意識的能力退化 所以就說不出來 他就說出別人不敢說的話 他說出的就是他內心的感受 是真心真意的感受 所以我相信他心裡一定感受到某些 不好的不良善的那種敏感的情緒 所以越敏感的又越容易在失智的過程中 讓人家覺得他是一個難照顧的人 可是你要想想看 我們回過頭來想看 一個生氣跟憤怒的人 他心裡好受嗎 其實他也是感受到那些不好的能量跟氣氛 他才會這麼敏感 這麼不開心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一個生病的人 他已經有這樣的感受 然後我們還要跟他講說 騙他說沒有 我們應該是去思考說 我們是不是在哪一個環節 做得哪一個眼神表情 然後他會覺得有這樣的關係態度 或是什麼東西 讓他感覺到理義或者是不尊重 我們回過頭來 我們是正常的人 那我們只要解決這問題 因為其實他是病人 他也不會改善 所以我們去逼他接受是不可能的 他可能會隨地打小便來生氣 可能丟東西來生氣 所以我自己覺得 當病人有這種感受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他的感受 然後去看環境中 有沒有什麼可以調整的部分 然後讓他可以感受好一點 你就更好照顧他 好 謝謝主任 那這題可能要請說再申請是 記性不好的人會不會比較容易得失之症 記性不好的人不一定會比較容易得失之症 因為很多人從小 我真的是有一次不知道是誰聽誰的演講 一個二十幾歲的妹妹來看病做失之症 她說她從小就不會讀書 我在現場就翻了一個白眼 我就想說我從小也沒有很會讀書 但是我一個課文 我可能就背十五次就把它背起來了 沒有人天生很會讀書吧 對 所以我就說如果從小就是咱們叫做本職 咱們本職 但是也可以看很多的方式去調整 好 這跟我們臺北的講者 臺北上的講者一樣 她是說今天在場會知道要來聽演講的 大概都自己會來的一個事情 好 她說看電影 我想應該也是在還那一點 早發性失智症的這個通常都在狀眼發生 那時候是使用腦的頻率最高的時候 那為什麼發現這麼早到後期的人也是重症 其實應該是說早發行的失智症 她的照顧的方式真的要看你要怎麼去照顧她 那照顧的方式包括 其實我們看她打台灣失智症協會 她現在有一些早發行失智症去做一些咖啡房 我覺得我看這幾年下來那幾個人還蠻穩定的 就是說看在什麼樣的環境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如何照顧她 然後去確認她的病程 那我們聽到的那最不好的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付出過多少努力我們會說 不是付出過多少的不努力我們不會說 所以我們就以為我們都做得很 我們聽到都以為都已經做到完美 可是到底有沒有呢 我們應該是先付出最大的努力 然後能夠延緩多少就是多少 那至於聽的人他怎麼說其實 那沒有發生在我們上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判的 謝謝大家